關於美國在最近美洲峰會的醜事 第九屆美洲峰會在6月10日 在美國洛杉磯閉幕 美方以民主和人權狀況為理由 沒有邀請到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內瑞拉的領導人參加 這些做法受到很多拉丁美洲國家的領導人批評 特別是委內瑞拉的總統馬杜羅 馬杜羅說 今屆美洲峰會沒有議程、沒有主題 沒有任何與美洲人民關心的議題相關的實質內容 是徹底失敗 在美洲國家組織35個成員國當中 除了主辦國美國之外 拉丁美洲國家的領導人缺席的比例超過三分之一 尼迪馬拉、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密西哥四個國家的總統 都沒有參與 改為由 該國的外長代為出席 密西哥的外長埃布拉德就說 美洲峰會出現的排斥行為是嚴重錯誤 任何人都無權這樣做 意思是美國要排斥幾個國家 不邀請他這幾個國家 這些行為是嚴重錯誤 沒有人有權這樣做 所以在西哥方面不接受單方面的干涉行為 美國總統拜登在美洲峰會上宣佈了一系列的 美國和拉丁美洲國家的一些經濟夥伴關係計劃 要令供應鏈更加堅韌 更加安全 更加持續 不過 有人又認為這些計劃尚未完全承認 沒有提到 提供關稅優惠 而且最初期只會向一些美國知同道合的 拍檔開放 有其他跟美國可能關係沒那麼好 都不能參加這些計劃 會議期間也持續在洛杉磯會場外面 持續出現了大規模的抗議示威 很多民權組織發起示威 示威者說 主辦方美國 不單止沒有為所有美洲國家合作提供平台 反而撕裂美洲 這件事 大家看到 有人認為美國現在對美洲的政治和外交的影響力 正在減弱 這就是美洲峰會近來發生的事 特別 這位就是 總統馬杜羅 進一步指出 美國 以為自己是世界警察 實行霸權主義 對於不服從的 或者 採取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和地區 美國就會對其制裁 對於美國 打壓 有時候是懂得其反 等於美國扔回力鏢出去 其實最後一個回力鏢會回來 甚至 他們對外的侵略 對外的制裁 未必得到利益 反而 就會使得自己 受傷害 其實 美國對中國 加這個 關稅 這個貿易戰 已經是一個 很現實的回力鏢 所以 這個回力鏢 扔了出去 以為加了關稅 美國收入增加 結果關稅 全部 要不要說全部 大部分 都是轉嫁到 去 美國消費者身上 從而 推高了美國的消費者的負擔 和通脹壓力 好了 馬杜羅 就進一步指出 就說 美國 美國 將委內瑞拉 排除在美洲峰會之外 是巨大錯誤 美國這個行為 親手將峰會 摧毀 令到這個峰會 沒有實質意義 他強調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海的地區 已經不再是 以前 美國的什麼 後花園 美國已經不能夠 再對拉丁美洲國家 發號司令 美國的霸權威風 的氣炎 已經不再 美國總是將一些 污髒的水 潑去其他國家 希望自己 享有 愚人之利 但往往適得其反 副作用反而 反射到其身 自作業不可活 世界一直在變 如果美國再用這一套 害人的策略 去處理國際事務 只會繼續 維創萬年 美國事實上 和委內瑞拉 前一陣子 說 似乎 希望可以收好 美國 說 會不會可以 委內瑞拉 我買你的石油 但是似乎 經過今次峰會 都不用談 馬杜羅 坐你都傻了 美國和委內瑞拉 牙齒印 其實 主要原因是美國是支持 臨時總統 瓜伊多 的反對派陣營 這是特別在2019年1月發生的事 所以 委內瑞拉 總統馬杜羅 非常不滿意美國 支持臨時總統 和他的反對派陣營 宣佈 跟美國 斷交 美國當然是作出相應的制裁 我們就去看看委內瑞拉 你不是有豐富的石油資源 為什麼會搞到國家 那麼大件事 我看回原來 其實主要因為委內瑞拉 太過依賴石油 當 2012年 到2015年 石油價格是回落的時候 那麥瑞拉 賺的外匯 賺得不夠 於是大量印鈔票 令到通脹反立 另一方面 還有一件事 做得非常差的 就是 長期以來 進口商品 太過依賴 進口 商品主要是依賴進口 還有 他很盲目地把企業各有化 削弱了經濟的擴充能力 而國內企業面臨 虛高的官方匯率 和無視市場規律的官方產品定價 令到大家都不想 製造產品 你產品我生產了 你要官方定價 我要很低價去賣 所以很多企業寧願 不做了 停產 那就大件事了 企業停產 石油收入大跌 跟著印鈔票 通脹示弱 進口商品 你用回自己的貨幣賣 根本別人都不想收 那委內瑞貨幣下跌 通脹上升 企業停產 那你只想一下 超市都沒有東西賣 所以搞到失業率高企 治安不穩 這個就是2012至2015年 委內瑞局勢急劇惡化的原因 希望 現在油價上升 希望可以改善 原來這個都很大件事 我初初真的很不明白 委內瑞是一個那麼重要的產業國之一 為什麼會搞到整個國家 通脹那麼高 貨幣貶值 超級市場沒有東西賣 那些人排隊去 輪購這個 日用品 原來爆出來 看回幾種原因都影響到 這個國家 這個領導人都幾有問題 你沒有理由 硬要把企業國有化 然後就硬要把產品 他們的產品定價 定在官方匯率 定到一個很低的價錢 你定到很低的價錢 別人都直接所需不生產 好了 希望委內瑞拉的國家 可以這次由油價上升 可以翻身 同時間 另一個國家 受美國嚴重針對 在過去幾年 這個就是伊朗 伊朗 主要是美國針對伊朗的核計劃 和 美國認為 伊朗是支持一些恐怖組織 譬如是 真主黨 哈馬斯 巴勒斯坦的伊斯蘭聖戰組織 另外 伊朗對伊拉克的什葉派民兵 和 雅門內戰當中的胡塞武裝部隊都是支持的 所以美國就相當針對伊朗 制裁伊朗包括 經濟 貿易 科學 軍事的制裁 就禁止美國 或者美國企業和伊朗進行交易 也禁止其他國家和伊朗進行交易 所以就出現了孟晚舟事件 也禁止伊朗航空公司出售 飛機和維修零 向伊朗的航空公司出售 飛機和維修零的影響 好了 伊朗和伊朗都被美國針對 索性來一個合作 消息指 6月11日 即是前日 伊朗的外長和 伊朗的外長在伊朗的首都德克蘭 簽署了未來20年的合作協議 事實上 維修零總統馬杜羅 親自飛去伊朗拜訪 接著他的外長就簽約 未來20年合作 合作什麼 雙方合作包括 林園、金融、房務、糧食生產和旅遊等等的領域 由於他們 伊朗國家都受到國際制裁 不單是美國 美國的盟友都制裁他 歐盟都是 所以伊朗國家現在 我們索性合作 簽署20年的協議 同時他們相當反對帝國主義的攻擊 我亦都希望 在維修雷和伊朗的合作之下 可以搞好國內的民生 有時看到維修雷都很慘 人民辛苦 那麼困苦 超級通脹 貨幣貶值 要超市排隊買東西 還未必買到才慘 這個就是 美國在 美洲峰會的失敗 失敗之餘 拉丁美洲很多國家已經群起反對美國 而美國 已經再不可以把拉丁美洲國家當作的後花園 而這些國家也自尋出路 包括 委內瑞拉 這個是一個南美洲東北面的國家 也走去跟伊朗有一個合作的計劃 好,接著就說第四個題目 再一個題目很快 就是說 俄羅斯最近 就是 發射了一個口徑導彈 在這個黑海的戰艦發射 那就有兩個的消息 首先說發射這個 口徑導彈 這個導彈很厲害的 射成了1500個千米 即是150萬米 所以可以在這個黑海的 藍艇上面發射導彈 就是射這個烏克蘭的目標 首先兩個消息 第一個消息就是俄羅斯國防部發言人 科納辛科夫就說 他們用了口徑巡航導彈摧毀了 位於烏克蘭的 捷爾諾波爾州的反坦克導彈系統 遍攜防空導彈系統 以及彈藥庫 這些武器大部份都是美國和歐洲 的民國 向烏克蘭提供 科納辛科夫還說 其實自從這個展開特別軍事運動以來 俄羅斯一共摧毀了 烏克蘭很多的 武器 包括201架飛機 130架直升機 1188架無人機 338套防空導彈系統 3514輛坦克 以及裝甲車 508台的多管火箭炮 1870門的野戰火 野戰火炮 以及迫擊炮 還有3570部的特種軍車 這個名單都很重要 原來俄羅斯摧毀 烏克蘭這麼多東西 不知真是假 這個是國防部發言人說 另一個消息就是 俄羅斯國防部 剛剛星期日就說 在黑海艦隊 發射了四枚口徑巡航導彈 有關分析家認為 隨著戰事發展 如果西方國家進一步加強對烏克蘭的握助 俄羅斯會繼續動用 口徑巡航導彈 等等的殺傷力 大的武器 為地面作戰部隊 清除障礙 這個就是第四個消息 好了,最後都講講 關於股市 因為近日都幾波動 都幾緊要的 好,首先就 看看這個 貧子的圖 上個星期是一個 挺好的反彈 上個星期其實 講過 其實如果要夾死 紅症 紅症 我給大家看 上個星期 給大家看過的 紅症的分佈圖 紅症是看跌 如果要殺死紅症 市要升 紅症 那我就說 當市上個星期仍在21,800的時候 如果要殺紅症 即是咖啡色 那你就要殺到多少呢 殺到這個 殺紅症 22,100多 當時這個是比較多的 其實之前一天 我們說 殺到22,100左右 就會殺了 然後真的會殺了 我們看回現在最新的形勢 就是 應該是EA福斯鴨 是EA福斯鴨 上個星期初我就說 當指數21,000多的時候 如果要殺了紅症 殺了什麼 就是這個位置 812張的旗子 所以那個指數要殺到 上到22,099 要超過這個數 就可以殺到最大的重貨區 812張的旗子 等同812張旗子的紅症 結果上星期真是最高 星期四 就去到22142 22142 就是說 基本上 這一堆的紅症 全部死亡了 這裏400多張旗子 等同 這裏299張 這裏800多張 即是等於 1,500多張旗子 等同的紅症 上星期 在這個位 全部殺了 剛剛好 上星期四 去到22144 跟著市就開始回 所以你不要不看這些 牛紅症分佈 事實上 我都說了 其實 現在是在做高低腳 但是高低腳做了之後 反彈之餘 其實還會有波動 像這裏 高低腳做了 反彈之餘 反彈之餘 還會搓你的 其實現在就等於 2020年在這些位 搓你的話 隨時滑回到這裏 今天真的有機會滑回到21,400 甚至乎這個星期 我看這個星期 甚至乎有機會滑回到21,000 為什麼呢 看回最新的 牛證分佈 今次 如果跌的話 要看牛證 如果牛證分佈 要殺牛證的話 最大的倉位是哪裏 就是這裏 693張 即是說要殺到21,200 你如果只塵枝 跌到21,200 那這693張 就會死 另外這690多張 在21,300 21,400都會死 總共在這裏 有 1400 這次就殺牛證 如果今個星期 殺到21,200 這1400張 都會死 這次就殺牛證 另外 其實上個星期 不是差的 因為現在的市 我們看到 就是 看到高低腳反彈之後 其實成交量 1400、140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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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就是過去的5天 人氣漸漸旺盛 上個星期收市之後 中國的5月社會融資規模 增加了2.79萬億人民幣 高於市場預期 市場預期增加了2.03萬億 多了很多 社會融資規模是上了 所以為什麼 上海A股這麼強 大家看上海A股 這個是一個5年的圖表 這個月線圖 其實上海A股 都升了兩個月 有兩個月的陽足 上海A股升到3284 升45點 其實都以全個月和全州 即今個月6月最高位收市 就由 4月底低位2863點 2863點起計 過去兩個多月升了 14.7% 其實國內真的有好消息 譬如那個 汽車銷售 新能源 5月就賣了36萬部 同比增長91% 其中比亞迪就賣了11萬4千部 單單5月計 上海通用503萬7千部 特斯拉3萬2千部 你也解釋為什麼 比亞迪這個股票 勁得不得了 勁得這樣 勁得怎麼樣 這個是香港比亞迪股票上個星期幾乎 去到這裏 他的歷史新高 就是去年10月 324.6 上個星期去到315元 A股已經創了歷史新高 還有好消息 譬如阿里巴巴 就說 阿里巴巴上了很多 上個星期升到116.3 升了21% 就是因為有傳 其亞的螞蟻集團有機會重啟IPO 另外美團又升了 美團第一季的虧損低於預期 上個星期股價也升了12% 你看到比亞迪 美團 阿里巴巴這麽重磅 這麽主力的股票都回升 所以真的不要看得太淡 就算港股也不要看得太淡 因為上海A股是可以帶動港股的 但是當然唯一就是擔心 就是納子是差的 我都說了很多次了 給一個圖大家看到 我們說納子是反彈 但是果然去到12,200 12,300 就沒有力了 因為12,500很大阻力 然後上星期四、五下降 上星期五下降 11,700 其實我是擔心納子是有機會 還有一支棍 下降到10,000點附近 但是為什麽呢 上星期五 5月這個CPI增長是8.6% 是40年的增速的新高 有些人覺得這個星期三 聯儲局議息 這個帕克來就認為有機會加75個基點 雖然高盛不同意 高盛就說應該是加50點而已 但是難以估計 如果現在油價繼續高企 俄烏局勢還沒搞定 可能納子是有機會有一棍 插回到這裏 到時 恆子也會跟著調整 都是這樣說 其實如果是這樣的話 恆子調整的話 是機會來的 是機會去 是機會去買貨 或者是傷一些 劣股出去 買一些好股 希望可以說 譬如指數下去 21000 或者甚至乎 要補一補的列口 2088 這些位 大家就可以 真的要想一想 買一些好股 譬如給阿迪 阿里巴巴 美團 這些好股 建銀國際認為 3月15日已經出了一個股值底 港股 3月16日出了一個政策底 4月 和5月 就是有經濟底 7、8月有機會是 即是7、8月有機會是中期報告 中期報告 有機會是出另一個底 8月、9月可能 港股已經可以轉好 所以我都同意 不需要看太淡 這就是我對港股一些分析 有機會是出品的 大小月 大家可以轉好 這次吃 我們下期 可以轉好 我們下期 可以轉好 我們下期